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三个海生而开 所以不要秉持千德德北侯化 那明星就会归向 那他在前卦文言文里面有说 荣德侯正宗则也 焉言之信 焉行之谨 弦协存其诚 善事往不乏 德卯偶化 这个可以充分说明 那个德品的一个意义跟价值 所以红星老祖除了说他以道 他作为核心的意义以外的话 他是并结合前卦的内容 也形成了他的本质的一个架构 使他能够在内在的精神包容性 跟充实性广大无边 所以此外的话 那个牵挂的话 也是广真他的一个德品 电化他的一个牵德 所以他民众 众生的话就能够获益良多 所以精子的一个德性修养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谦德 能够贯彻始终 能够永恒不已 所以以红星老祖 他赋予他的一个谦德 就是要德博偶化 那明星能够为之归向 最后的话 以结语来讲的话就是说 红星老祖 他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一位至上神 也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 道体的一个崇拜 那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 更是无极西空产生的混原仪器 所以红星老祖 他也吸收了民间两种的一个宇宙论 他是延续老子道德经后来的 道化宇宙论 视老祖为道的一个化身 是宇宙生命的源头 也是开创天地万物最高的 一个神明至上神 那也是民间 第二的话就是民间宗教 旧结的一个宇宙论 他不只重视老祖为宇宙起源的 一位至上神 同时也是末节就是一位主宰 他细成了民间宗教 末世收缘救济的一个运动 那在此宇宙论的一个基础下的话 扩大了老祖他信仰的传播力 是相应道的一个最高存在 那为宇宙万物的共同 宇宙的老祖 人们投入了老祖的一个怀抱 就是象征了对道的一个回归 也是回到生命最初的一个源头 所以说 红金老祖他除了一个道 作为核心的意义以外的话 并结合前挂的内容 能够刚见自强中正不偏 形成这个本质的一个架构 使其他内在的精神包含性 跟充实性能够广大无边 也能够服佑众生 那牵挂的话也是广真其他的德品 电放他的谦德 所以让众生能够获益良多 那这个也是红金老祖他赋予 谦德 以时俱进 就能德博我化 民心为之归向 所以道生天地 气化红金 寒言秉性 灵意万有 感谢聆听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接着呢 请这个 沈教授 来谈他的论文 来 好 主持人 还有我们在座的发表人 还有各位在场的我们的同修 还有国际的学者 大家午安 午安 我就刚好这个荧幕这样看 就容许我坐下来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的主题是 佛道内在管理的实践 的一个新的样貌 是讲谈天地教的修持 那中泽社 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 我现在是现任的理事长 那我简称就简称中泽社 那本身是 昨天在开幕的时候 大概也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实他来自的很早 从中国大陆 在民国15年16年有宗教大同社 然后一直辗转到1980年代 民国69年复兴天地教 那就是 我最是这位寒敬老人 那我们不称天地教 因为刚刚那个郑教授也有谈到 中国的上帝的信仰 其实来自很早 那就刚刚有讲到的 就是一个统社 在众神之上 是多重的一个众神之上 有一个统社的先佛也好 但是在天地教的观点来看 我们也称为上帝或天地 或者是 就像其他的回教讲 真主阿拉等等 他是一个统社之神 那因为 也因此我们称这个 就是天地教 就是有一个统社在众神之上 那但是天地教的 对于上帝的定位 又不是在于说 他不仅只是一个创造之神 这个宇宙的创造论 一个第一说 也不是一个 比如说你做了惩善罚恶 这个不是惩善 讲善罚恶 惩恶的这种惩罚之神 那天地教认为说 我们上帝的观点 应该是一个调和宇宙 有点像《易经》这样子 生生不息一个调和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创造之说 再来惩罚之说 讲善报恶之说 这是第二神论 那我们称上帝是一个第三神论 他是个调和宇宙 万事万无的调和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两位学者 在谈《易经》的这个《易》 就是能够让这个宇宙能够生生不息 的概念是蛮像的 那这个韩敬老人他是1901年出生 在1994年正道 那民国三十 他在30岁的时候 1930年的时候 就归于天德教 肖昌明宗师 那一方面他从事公家机关的公职生涯 一方面 一方面在开始学静坐 那再来到了 遇到因为肖昌明宗师 还有肖昌明宗师的师兄 这个云隆至圣 告诉他说 他在1936年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隔一年 国难将星 他就要上华山去修道 华山去修道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缘忌讳 那他本来是一个 他是在民国初年 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讲求科学 因为他是武士运动的时候 我们讲民主 在民国八年 1919年 中国的那个新文化运动 谈的就是民主跟科学 那个democracy and science 就是科学 这个 强调的这个 新文化运动 谈的是这两个 所以他本身是 一直从科学的角度 去信仰这个宗教 去信仰这个宗教 因此天地教有人说 天地教是一个很 强调科学观的一个宗教 也因此 因为他 在当时 并没有这个天地教的名称 那是1980年之后才有的 所以 所以我 他 这个 天地教里面的很多的经典里面 当然也包括到了佛教的经典 然后也有道教的概念 那我是在大学时代 接触到静坐 从静坐去认识到天地教 拿走了三十年 那我觉得说 跟着我在学打坐的时候 这个老师是90岁 然后跟他学打坐的时候 我觉得说 他是一个用不断的用科学的角度去探讨佛道教 然后形成了一个上帝的一个信仰 那我觉得说他 他最令我觉得说 在这个中 令我最佩服的是 你信仰这个天地教 你可以去信仰你原来的宗教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蛮open mind的一个宗教的概念 那宗教哲学研究社他也是讲说 他并不是只有在探讨这个天地教 应该是探讨如是道约会不同的宗教 所以我刚刚的我的在要里面 大概也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教纲 在天地教里面 这个教纲我在第二段这边有提到 就是教纲他是在天地教讲就是一个根本大法 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 那这个宪法要做什么用呢 他在第二段里面谈到是 他是要做一个 要把这个上帝的信仰 把这个上帝的信仰普化到全球 普化到全球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上帝的信仰在基督教有上帝 那回教也谈到了 刚刚也谈到了阿拉 很多的宗教在道教也谈到玉皇大帝 那天地教的上帝的定义是什么 那在这个教纲里面 他有一些些有提到 在其他很多的天地教经典也有提到 那这个教纲里面谈的比较多的是说 就像我们维新圣教在台中这边这个道场 就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一个原点 那这一本其实宪法是一个 它是要讲求宏教 宏法 宏道到全世界的一个宪法根本大法 但是大家就会把它想成是说 它就是一个手册 handbook 教信徒要怎么样去宏教 那我这个人比较就是说 既然走了30年 那我会觉得说 这里面如果光只有技术层面的时候 要告诉所有来信仰的人说 他我们要怎么样去宏教 到底要宏什么 那一定里面也有要告诉我说 这个上帝的信仰是什么东西 那我当然在天地教里面谈羞耻 有其他的经典 比如说正宗静坐要义 静坐要义 或者是正宗静坐基础教材 谈静坐的 还有就像昨天李峰茂院士提到的 就是语录体 有很多韩静老人的 他从1980年代一直讲到1994年 他的这些所有言论思想 谈很多静坐的东西 都可以切入去打坐 但是要很简单的简而言之 去告诉大家说 那天地教到底是什么 除了我们有教育这个经典 然后也有静坐的很多的经典 那我尝试想从法律的这个概念 基本大法 基本法去看天地教是什么 因为他说这个 这个教纲就是天地教的基本法 那我就想尝试说 想从这个基本法里面去看看 天地教里面真的要传普世 要能够让所有真的以后要从这个台湾 目前到日本也有天地教的道场 在美国也有天地教的道场 以后如果还要再弘扬到其他的州 那势必要有一些些 跟能够让其他州的这些地球的人类 他能够了解天地教的上帝的概念 跟基督教的概念 跟回教的概念不一样 然后我想要从天地教里面去修持 那我是可以找到我在 我怎么去十年的修持 二十年的修持 三十年的修持 实际上是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进到天地教里面来 不管是天地教也好 其他的宗教也好 各位在维新生教里面也是 我走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我要对自己要什么样的印证 那当然门心自问自己 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 那我就从道教跟佛教的次第 这个次第来看天地教 到底有没有这样次第的概念 因为天地教里面不谈次第 但是他有其他的名相 名词来定义 那这边我谈的就是 刚刚我大概讲的 天地教里面 谈修持的有正宗静坐的基础教材 那最基础的 最basic的有静心静坐 然后天地教跟天德教 都是用念字真言 在弘教弘法 再讲要修心 再来二十个字的真言 然后藉由这个是禅心静坐 然后再来到了平等终胜 到了正宗静坐 到了闭关我们有 天地教有五十五天 五十五天 五十五天是怎么来 从一三五七九二十六八十 加起来是五十五 就是天数 每天要打四座 哪四座呢 植五毛有四个座 所以五十五天 他总共打了两百二十个座 打座之前还要诵经 还有做动工 然后再打座进工 那在这个天数之间 那时候老师所讲的这个静坐相关的就是宇宙应援妙法至宝 那有很多 那我想还是谈回归到天地教的基本法 教纲里面到底教信徒要怎么去修 那这个是简单讲 赤地就是一个顺序 那这个是在佛教道教都有很多的说明 那比如说佛教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大家知道禅坐里面就有讲到禅天 那有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 那禅宗里面就讲不利文字教外别传 那不利文字又要怎么去印证说 他在修辞上有体悟呢 我们都知道禅宗里面都要讲到 都会要弟子去讲述自己 跟师父学了之后的印证 那都会用提诗或者是参话头 那在宋朝里面就有这些石牛土 从最早有六牛土 然后八牛土石牛土等等的 他其实在谈一个进到修禅的一个境界 那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个六牛土 从他的这个木桶牵着一只牛是黑色的 慢慢的到最最右下角的这个木桶呢 这个牵着那个木桶牵着那个牛呢 还要牵搭一个绳子 那个牛呢还不一定跟着他走 慢慢的牛的头变白色的 然后身体也变了一半是白色的 然后倒到了这个三分之二是白色的 还有一点点牛性 我们来讲的 牛弄到北京也是牛 不过牛会变化 那他到了剩下牛羽巴 到最后呢那个江绳放掉了 牛吃他的草 那木桶呢吹着他的笛子 但是呢 这个牛也不会跑远 那这个石牛土里面呢 讲到这个到了这个境界之后呢 他木桶还可以骑着牛回家 甚至木桶跟牛之间呢 那个他这个牛呢 在禅中讲就是他的心 到最后呢 他还把这个心都忘了 忘牛存人 到了人 到了这个土之后是人牛俱忘 然后他还在最后到还本还原 还不够 到要入禅水手 就说你即使悟到了这个宇宙的境界了 你还是要传法 我想刚刚在我们这个研讨会 一开始之前 我混缘禅师很慈悲 又下来巡视这个会场 我有这个机缘再见到禅师 那我觉得 哇 还这个很不简单 他说实在的 这个大会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办得很成功了 但是他总是就要再许一下 关系一下 他总是觉得说 这个弟子们 各位贤士们 这边有没有做得好 其他的讲师 这个发表人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 都觉得很舒适这样子 我就谢谢禅师说都很好 我想这个是 即使他证到了 但是他还是有觉得说 地子有没有把这个 这个传的法把它完全吸收 这个就是入禅水手的这个境界 其实他证到了 这个法还是要传给下一代 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 我想各个宗教 都有这个传法的过程 那在道教里面 在宋朝里面 就有这个 成团就有讲到无极土 那道教最常讲的就是 练精化器 练器化神 练神还虚 练神还虚 那大家可以看到无极土里面 大家看到 后来演变成那个 周敦仪的太极土 那这两个无极土跟太极土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都是一个圈 到了第二层就是黑白相见 到了第三层就有五行之说 然后底下又有两个圈圈 虽然形态都一样 但是他的顺序是截然不同的 怎么说截然不同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那个无极土 左边那边两个圈 应该是由下而上看 它是 无极土是 先练精化器练器化神 然后呢 调武器朝圆 抽签调孔 之后到了练神还虚到无极 这叫做逆修 就李锋帽院士昨天也讲到一个顺跟逆 那他就是讲这个是逆修 顺之生人逆之成仙 那这个周敦里谈的就是 比较像《道德经》里面讲的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家从太极生两仪 以阴境阳洞而生五行 然后坤道成女 潜道成男 那这个坤道 潜道在《黄帝内经》里面也谈到这些 然后最后三生万物 所以一个是 无极土是一个逆修的状态 那太极土是一个三生万物的一个状态 好 那 那我们谈的就是 在修道的次第里面 从道家里面最简单的 从三链之修 说一直到 韩敬老人在民国79年 他想用 他起 他复兴的这个天地教之前 他希望用成立中 中泽社来讲 他在华山修道 然后他的经验 然后能够让大家借由静坐 来谈到宇宙的 来修炼到宇宙的境界 能够化圆这个 和子毁灭战争的结 就有这个六念之说 然后到了 这个清代又有九念之说 从三六九 一直在 还有吕洞宾的百字碑 这谈的都是道家的经典 然后到了玉皇西宁庙经 也谈了蛮多的 那到了天地教里面 就有这些境界 从清心寡欲 变化气质 一直到永生共生 那在教育里面 有讲到气胎电胎 盛胎到雷胎 那我想这个 到了教纲里面 他又有谈到了这个 要先怎么样 所有的修道都要先行善积德 要先从最基本的行为 举止开始修 然后再来寻圣而修 以入道 知道信道 一直到最后正道 正道之后还要传道正道 才是究竟 所以说他的修道里面 是有境界的 那其他经典里面 也谈到心气之间的境界 然后在教纲里面 也谈到说 进到这个天地教里面 到底要做什么 谈的就是 以生生不喜为忠心思想 然后先进人道 这个人道就讲到 行为举止 再修天道 进而才能够修 身心性命妙道 信不敬 然后不知道这个天道 那你修 其实咋做 其实是无异于身心 这个我们讲的他的 最后再谈到的 所有的天地教教徒 他就有分三个层次 就是三圣 那这个三圣就叫做 奋斗出圣 平等终胜 大统上圣 然后他这三圣里面 他就有谈到了 他在教育里面 在教育里面 他又开始谈到了 民主民权民生 我就用这张表 因为他是出生在 中山先生讲 三民主义那个时代 所以他就把三民主义 演化成修道 他在讲民主 民主就是讲 一个民主的 因为孙中山在讲 用三民主义来救中国 然后韩敬老人 是用三民主义去讲 人的精神 就是灵魂 跟肉体之间的调和 调和 来救什么 来救自己 甚至救社会 来救国家 那我觉得这跟混言禅师谈的 医 这个讲的医经 他不只是要医 医人 还要医 医什么 医企业 医社会 医国家 其实道理都有 蛮他相通之处的 所以他有从 向自己奋斗的民主思想 向自己奋斗 到民权思想的 向大自然奋斗 到了民生主义的 向天奋斗 所以我想这个跟孙中山先生 谈心路合一 韩敬老人 谈心路一元二用论 我想精神跟物质一如融 这个是 其实也是来自于中华文化的源源 所以我大概觉得说 我大概做一个结论就是 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三民主义的 藉由三民主义的修道的一个途径 然后有他心路一元二用论的一个思想 然后再能够嫁接到 从人的人体的修养到精神的修养 到天人合一的修养 我想这个 这个是他 我觉得韩敬老人 他用宋明理学的 以宇宙为家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他因为余佑认是他的国文老师 他就附加了这个 为往圣祭天人之间的实学 为苍生开万世的太平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 这个跟抱樸子里面讲的 修道道家 我命在我不在天 所以他是 他自己的期许叫 独立人天之上 那这个是 然后呢 那是一个精神的态度 然后到最后精神要长存在宇宙之间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管是各家各门各派 他的修道的一个的宗旨 其实都有相互可以融通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我最后一句话就是 他把佛教道教的一些概念融合在 然后再又把这个政治上的三民主义的概念 融合在他的精神体系上 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在讲说 人的精神跟物质怎么样去 藉由这样的平衡提炼 然后从自己的和谐到社会的和谐到 这个宇宙的和谐 我想这是他最希望到我们弟子们 他能够去好好去落实的 然后去发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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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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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